人的望去 泛着淡淡的鱼肚白 在大漠上拔地而起 如同一个穿着皮袄的不死匈奴 一言不发地俯视着脚下这片土地 注视着千年后的人一步一步向他走近 捧万成是匈奴这个游牧民族 留在世界上的唯一遗存 南匈奴在这里灭亡了 几乎与此同时 远迁欧洲的北匈奴大蝉与阿提拉 在多瑙河畔死去 匈奴民族至此灭亡 赫连伯伯 这是一个让人独知便不能忘却的名字 历史于他的笔墨毕竟太少 一个硝悍一时的风云人物 一个掌握二十五年政权的皇帝 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是一颗滑破天空的亮丽流星 赫连伯伯是历史上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 自称皇帝 以永恒无疆大庆 却又不上皇帝普系 攻克长安 征战半个中国 却图赛上一鱼之安 不管怎么说 赫连伯伯这个匈奴家族 是生活在陕北高原的最后骑士 在距离统万城三百公里 靠近黄河岸边的延川县境内 有座赫连伯伯木 这是不是大夏国王室成员 后来隐姓埋名 藏匿在这片山大沟深的地方呢 离此不远 有一座古老的窑洞 人们在黄泥表层内 惊奇地发现一组胡人石雕图案 他似乎暗示着匈奴人 曾在这里生活和居住过 静静聆听一千六百年来 这座十万人都城的历史回响 同安城作为这个 手术民族的这个都城 就存在了二十五年 但作为这个北方重症的历史 就长得又倍来年 统万城印证了人类在沙漠地带 追求生存和竭力发展的愿望 先到这里